上轴销票拿了之后咖忘了罢处 后面的人就用完了咖付了欠 所以辅责人说下次迟就直接拿券都好 生了我去集体上付钱买单拿销票 代号收套再拿残具 今天晚上有客所以提早赖 没有什么人 想来要打咪饭 对面是工作人员 再把领异裹了咪饭捣进做果里 顺便还用哨子反了击下 所以我这次咪饭腰了还挺顺利 接下来是扎玉派 派子上些了咸亮了 一刃只能拿一个 探着还热乎 夹起来还感觉脆脆了 腰点傻辣酱 光下个菜揍 抛菜抄竹肉赖了 抛菜抄竹肉在我心里是套不疑 因为它不会咸亮 看着蛮喷了肉防死腰 转闷调肉夺了地方腰 感觉下次可以去对面试试腰饭菜 大家都习惯性走着扁 对面就怼了比较多 第一次见紫鸡血巷也有这种神菜 之前是在淹石打血的试探吃过 甲颠 蔬菜还是要吃了 腰点烤肉酱 这个酱整了举腺无逼 又是第一次见了肖玉派 里面还有情角 肖玉派吃了响 躲来家 去欠他放销票那碗堂后 来搭子住蔬菜沙拉 井湾有酸奶沙拉酱 上次吃的羽米酱和这个味道差别不大 只不过羽米酱里可以看到很多羽米小颗粒 而这个酸奶沙拉酱没有颗粒 但我都喜欢 那这沙拉会作味 准备坐下凯食吃饭 赖给锦田的事物一个特些 浑素搭配 看着还是不错的 桌仰一看 我怎么倔了肉搭烧了 锦田糖就扑扑桶桶了 是打酱糖 锦田看我仔细在酷了走一 我倔了还挺好看的 没见 好处 我们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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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